你好 我是方建勋 欢迎跟我一起学习中国书法空诗 这一讲 我们继续讲一个在书法里流露性情的大书法家 这就是欧阳荀 大名鼎鼎的欧体 就是指欧阳荀的书法 他的九成功碑 还是全国中小学书法的范本教材 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他是中国名气最大的书法家 和欧体相提并论的 还有严正清的延体 柳公权的流体 以及赵梦福的兆体 这四位书法家的楷书 被誉为楷书四大家 当然 上了咱们的书法课 就不能只知道小学生级别的九成功碑 欧阳荀的作品 最起码你还得知道 画度四碑 黄死蛋碑 张汉帖 补商帖 孟垫帖 这几幅作品名字你记不下来没关系 他们的高清图片 我都给你放在文稿区了 希望你过过眼 留下印象 这五幅作品看下来 就算初学 相信你也一定会有一个直观的感觉 欧阳荀的字是又冷又硬 没错 你的感觉跟书法史上 对他的评价是一致的 评价欧阳荀 有两个字特别贴切 一个是静 就是刚见有力 还有一个是显 也就是奇显俊俏 唐代的书法理论家 张怀冠说的很形象 声声然若武库之歌己 意思是欧阳荀的字 像武器库里的 僧冷的歌和己 同样是书法 为什么欧阳荀的字 就能给人以这种冷峻感呢 咱们学书法 不能只停留在感觉上 还得去书法语言中找答案 首先是刀杆笔法 欧阳荀的笔画 给人以刀杆真真的印象 我在文稿区放了 欧阳荀画度四杯 和言能经郭家庙碑的局部 两相对照 你更能看出 欧阳荀的笔画特点来 那么欧阳荀这种笔法 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之所以产生强烈的刀杆 主要是他用了一种 直切的笔法 他的楷书 尤其是横画和竖画 从齐笔和收笔处来观察 都有一种明显的斜切感 这种笔法 就是侧峰斜着45度角直下 收笔的时候 也用侧峰顿切而收 凹杆十足 虽然是唐代楷书家 比如于世南 楚岁良 颜真卿 这几个人 背刻楷书的共性 但是欧阳荀是格外突出的 这一点 从他的行书墨迹 也可以看得清楚 你可以在文稿区 看看他的行书作品 补商贴和梦店贴 写在纸上的墨迹 仍然是刀杆真真的 除了起笔和收笔的刀杆 欧阳荀的转折笔画 也很有特色 我们叫做硬折 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笼统的说转折 但在书法里 转和折是两个不同的笔法 转写的时候 写的转折处稍微减速 但不用顿笔 直接平移笔锋过来 这样写出来的拐角就显得远转 而折是顿笔以后翻折笔锋 显得棱角风明 就像胳膊肘向你拐的拐角那样突出 欧阳荀的字 是典型的折的多转的少 我在文稿区放了风雨的风这个字的四种写法 分别出自欧阳荀 余世南 颜真卿 赵孟福 你一看就知道欧阳荀的转折最突出 笔法上 欧阳荀还有个特点 书法术语叫内叶 这个词有点生辟 但我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 像横者这样的笔画 转折后 欧阳荀的术画不是垂直向下 而是望旅掠收行笔 然后再向外 我在文稿区放了国家的国字 对比余世南和颜真卿 欧阳荀的类叶特点也很突出 余世南 颜真卿的横者 就像一个右括号 中间鼓起来 而欧阳荀的横者 相当于主括号的样子 中间收进去 古人把这种笔试叫内叶 相应的 余世南 颜真卿那种叫外拓 总体来说 古代书法家中 外拓的写法多一些 欧阳荀这样的内叶要少得多 欧阳荀的转折 又是翻折多 又是内叶 当然就显得特别硬 所以我叫它硬折 而且通过内叶 字往里收 自然就瘦了 说完了欧阳荀笔法上的 刀杆 硬折和内叶 咱们再说说它的字法 也就是结构 前面讲过 小转是偏瘦长的 典型的例子 就是秦始皇时期的一山刻石 纵向和横向的比例 大体是3比2 这种比例 一般很少有人用到楷书上 欧阳荀又是个特例 从楷书在未尽成熟以来 瘦长字形最典型的 就是欧阳荀了 对比起来 严真卿的结构 以正方形为多 也有些扁阔的 但很少见瘦长的 建议你方便的时候 打开文稿区的图片 也能看到小转 严真卿和欧阳荀三家的对比 尤其是欧阳荀的行书 论瘦长 比他的楷书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他的张翰帖 是历代行书中 罕见的瘦高个 正是由于欧阳荀书法 同一般楷书的瘦长形体 于是宋徽中评价他是 孤风崛起四面削成 说的就是这种 陡峭悬崖般的感觉 不过 我想提醒你的是 陡峭悬崖只是表象 透过表象 读懂书法作品 我们要把书法 当做一个生命题来看待 还要去看人的性情 大家喜欢欧阳荀 其实也是推从他的书法中 呈现出来的不同流俗 横有鼓励 脚脚不群的独特气质 这种硬朗险峻的书法 跟欧阳荀这个人的经历性情 有怎样的关系呢 我觉得可以从这么三个角度来理解 首先是欧阳荀声势坎坷 欧阳荀本来出身不错 他祖父是南城的开国元勋 曾兰将军 还有封爵 祖父去世后 他父亲欧阳和继承的爵位 长期掌管军事大权 政绩突出 在南方沿海一带威望很高 但当时的陈轩帝怀疑他有二心 就征召他入朝任职 欧阳和既担忧又害怕 于是干脆在广州起兵反叛 结果不但自己兵败被杀 而且全家遭灭顶之灾 一个大家族 只剩下14岁的欧阳荀幸免于难 欧阳荀后来是被养父带大的 而且欧阳荀的绅士坎坷 还叠加了南城隋唐三朝的更迭 他在隋朝担任过掌管礼仪的太常博士 只是个七瓶芝麻官 隋朝亡了 他短暂的被东夏王朝留用 两年之后 东夏王朝又被秦王李世民灭掉 欧阳荀再次作为祥臣入唐 小小年纪经历惨烈的家庭变故 又一而再再而三经历成头变换大王旗 自然容易养成一板一眼 谨慎刻苦的性格 其次 欧阳荀相貌奇丑 丑到什么程度呢 丑到有一篇叫做白元传的唐传奇 专门恶搞欧阳荀 说他母亲有一天被一只大白元劫走了 后来就生下了一个长得很像猿猴的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欧阳荀 这简直就是人生公鸡了 这种故事当然是无稽之谈 但在唐朝宫廷里 拿欧阳荀的长相寻开心的还真大有人在 这其中就包括唐太宗的大舅哥 当朝全臣长生无稽 而且唐太宗还拉偏价 但是面对皇亲国际的挑衅 欧阳荀却不是软弱的人 敢于奋起反击 直接淫尸对回去 在书法学习上 欧阳荀又是一个极其认真刻苦的人 《太平广记》里记载 欧阳荀有一次外出 在野外看到有个古代书法碑刻 出自西晋著名书法家索敬之手 于是欧阳荀乐马停住 在这碑刻面前看了许久 刚离开 走了几步又回来 下了马 站立在碑前细细看字 站着看累了 于是就铺了个毯子坐着 慢慢观摩 到了晚上 干脆就住在这块碑壳边上 整整研究了三天才离去 我们学习书法 总是强调要有鼓力 鼓家的鼓 力量的力 在书法史上 欧阳荀的书法是以鼓力胜出的 对鼓力的追求 不仅仅是形式感的要求 更是人格寄托 欧阳荀的脚脚不群和装正挺拔 蕴含着一种有风骨的君子人格理想 虽然欧阳荀官做的不大 甚至因为相貌还被同僚嘲笑 但他的书法在当时影响极大 一般人要是能得到他的骗子之字 便奉为至宝 唐朝的东北边陵 高丽国也派使者来求购欧阳荀的书法 他著名的九成功碑 就是唐太宗到九成功避暑 游览中偶然发现一红清泉 大为欣喜 于是令魏征撰文 欧阳荀书写 后来刻成石碑的 这块碑的原石 现在还保存在陕西宝基的九成功 要是你有机会去那里 这块瑰宝一定要看一看的 小结一下 欧阳荀的楷书 笔法刚硬 结构瘦长 刀杆十足 这种独特的点画和结构 流露出来一种独特精神气质 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在欧阳荀之前 擅长楷书的书法家 还没有像他这么个性化 特征强烈的 这种书法的形成 跟欧阳荀的坎坷经历 奇特相貌不无关系 欧体不仅是一种独特的书法图示 也反映了一种独立的人格理想 这种独特的书法图示 是一种独特的书法图示